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野球场外咖 居然引来诸多NBA超剧的关注 艾弗森、东契奇 就连大鲨鱼奥尼尔都忍不住夸赞这个男人是根好苗子 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励志动作电影《地圣九炭》 大家好,这里是王帝一张电影 斯坦利是一个来自费城76人的资深球摊 眼光毒辣,善于变相思考 工作就是满世界飞去挖掘那些优秀球员 再把他们带进NBA的球场上 被他带回来的球员都有着不俗展现 斯坦利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 得到了76人对老板极高的赞赏 鉴于其近期的优秀表现 老板将他提拔为球队助理教练 这是斯坦利一直梦寐以求的职位 能在球场上发光发热 才是对他人生价值最好的诠释 回到家 斯坦利迫不及待和家人分享了喜悦 可还没等他高兴几天 一个噩耗突然传来 球队老板去世了 听到消息之后 斯坦利一脸悲愁 倒不是因为工作没了着落 而是他又失去了一个挚友 葬礼上来了许多NBA老牌球星 对于老爷子的突然离世 所有人都深表遗憾 稍作寒暄 老板女儿将球队继承的事告诉了斯坦利 将由她的哥哥文斯接受掌管 此话一出斯坦利头都大了 对方从来不听取她的意见不说 不久前 两人还因为一个德国新秀 发生过激烈争执 看来往后的日子确实不好过了 果然 就在葬礼结束没几天 助教职位还没做热乎的斯坦利 就被文斯叫进了办公室 帮助球队夺冠是两人共同的梦想 然而 这条路可不是简单说说而已 赛场上没有好的得分球员和掌舵者 球队永远也不会取得重大成就 所以文斯的意思 便是希望斯坦利再去发掘顶级球员 什么时候找到了 什么时候回来任职教练 没办法 为了继续追求梦想 斯坦利只好与家人告别再次出征 拿着准备好的医手资料 他来到了西班牙 结果刚落地就被球员经纪人告知 他乡中的人因为受伤已经赛季报销 各种烂事堵在一起 憋着一肚子火的斯坦利 准备来到当地野球场发泄一番 然而 他却被现场氛围狠狠震惊住了 这时 一个大个子球员引起了斯坦利注意 身高两米起步 搅穿工地大头鞋 抢断助攻上篮 几乎样样精通 比赛最后直接用一记追击大帽完成反杀 这还没完 一个小黑子输球不服 面对挑衅叫嚣 大个随手掏出20块钱 扬言 小黑子只要碰到篮筐就算他赢 比试很快开始 这时小黑子才意识到大个儿的恐怖 无论他怎样运球进攻 最终都被大个儿轻松封盖 在现场观众的欢呼声中 大个儿捡气钱潇洒走人 感觉发现宝贝的斯坦利随即尾随出击 公交车上 由于两人语言不通 斯坦利手机软件翻译出的暧昧话语 让其他人都以为他是个变态 眼见斯坦利一直跟着 到家后的大个儿终于爆发 见此情况 斯坦利赶忙用别角西班牙语 解释自己是个囚探 为了证明所言为真 他又给诺天王德克诺维茨基 打去视频电话 看到偶像 大个儿这才相信斯坦利 将他请进了屋 交谈中 得知大个儿名叫波克 是当地的一名建筑工人 通过波克母亲讲述 15岁时 波克就展现出极高的运动天赋 但因其女友怀孕的问题 放弃了去俱乐部打球的机会 后来女友嫌弃他家境不好 最后弃女离开 听完这些 斯坦利决定 拯救波克一把 打算带他去美国打球 波克母亲 则还想着明天的工作咋办 结果 出发前 斯坦利想要看看波克的真本事 于是便借用西班牙球馆 考核一番 美成祥刚来到球场 波克就轻松破了球队的摸高记录 可怕的是 他穿的还是拖鞋 之后的训练更为恐怖 三分线外50个投球 进了44个 可即便有着如此实力 文斯仍旧看不上平民出身的波克 还表示让他先去刺激联赛打几年再说 如今 波克的年龄已经到了NBA选秀最低标准 错过今年 他将彻底失去机会 斯坦利不想与文斯再做纠缠 便私自带着波克飞往了美国 却不想安检时又突发了意外 原来波克曾因重伤他人留有案底 多亏斯坦利找来的律师朋友帮了大忙 才避免波克被遣送回国 当然 就算他留下来也要省身客气 哪怕闯个红灯 依旧要面临被撤销签证的风险 斯坦利没有因为此事过多数了波克 只是希望他以后有事别再瞒着自己 此外 斯坦利还送给波克一部手机 方便他想念女儿时能打长途电话 一切安排妥当 此日一早 两人来到了76人训练球馆 波克将在这里进行一场训练赛 对手不仅有准备参加选秀的名牌大学生 而且还有热门状元爱德华兹 见波克到来 文斯也不好再多说废话 毕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然而波克怎么也没想到 第一场球赛他就输得体无完肤 倒不是因为技术不行 而是他的心态实在太差了 比赛初期 波克还能抵抗压力接连得分 可耐不住华兹的嘴太臭 一番嘴炮输出 直接打乱了他的节奏 波克想要证明自己 结果越心急进攻 失误就越多 最终大笔分落后输掉了比赛 该有的水平没有展示出来 再多的解释也就成了借口 看着文斯仍旧一副无赖模样 斯坦利一气之下 干脆辞掉了工作 头一次输成这样的波克 同样倍感羞辱 悲愤之际斯坦利找到了他 输球并不代表着失败 如果连直面问题的勇气都没有 又弹劾成功 一番心灵鸡汤轰炸 波克重拾信心 实现目标永不退缩 为了激励波克 斯坦利又送给他一双 科比代言的球鞋 距离联合选秀 还有一个半月 这段时间将是波克证明自己的最后期限 两人凌晨4点起床训练 斯坦利考核波克的标准 就是以职业球员的成绩为临界点 晨起爬坡跑步 白天打球练技术 期间还要时刻忍受斯坦利的垃圾化 随着波克慢慢静下心训练 他的天赋也开始逐渐显露出来 很快就连职业自行车赛手都跟不上他的步伐了 终于视讯结束 是罗子是马也到了该溜溜的时候 结果斯坦利的老友却告诉他 联合选秀的席位早就满了 所谓货不单行 闻思又在这时候通过新闻媒体 开始大肆揭露波克的丑事 而且还特意声明 是他解雇了斯坦利 得知斯坦利被辞 意识到被骗的波克再也无法忍受 两人的激烈争吵还招引来附近警察 多亏斯坦利耐心劝导才没有酿成大错 返回途中两人互相吐露心声 波克被情所困 如果不是为了女儿 可能早就坚持不下去了 他非常羡慕斯坦利的家庭 美满且又温馨 斯坦利对此不予否认 接着他告诉波克 自己本该有更好的闲程 大学打球时还曾是校队主力 然而一场车祸却夺走了他的所有 手掌被废 让他永远无法再上球场 波克听完少有的沉默了 原来斯坦利所承受的压力比他想象中的更大 晚些时候 斯坦利仍在为波克寻求机会 这一幕都被其女儿看在眼里 除去硬实力 选秀无非需要的就是关注度 此日一早 女儿便将办法告知了斯坦利 既然不能成为球员 那就成为网红 当今社会 流量足以轻松成就任何人 当你拥有足够实力时 自然就会有人出来发声 听从女儿意见 斯坦利招办了一场特殊球赛 挑战者只要能在波克的防守下 用球碰到篮筐就能获得50美金 投进则有100美金 为此他还找来J博士担当开场嘉宾 当比赛开始 所有挑战者都麻了 因为波克简直就像个怪物 无论怎样进攻突破 都无法取得有效成果 随着视频越做越火 一众NBA超剧也开始关注起来 甚至还有现役球星过来比试切磋 紧跟而来的便是各界人士声讨 这么优秀的人为何不能参加选秀 通过媒体不断发酵 波克终于如愿获得选秀资格 比赛前行 斯坦利还接来了他的母亲和女儿 做做一切都是希望波克能取得好成绩 万众期待下 选秀比赛如期开赛 球员们先是进行了一波体能测试 凭借超强身体天赋 波克多项考核数值甚至超过了华兹 来到实战环节 球员们如何展现自己变成了当晚焦点 面对华兹不停的挑衅 波克直接用一记跳投还以颜色 突破进攻 双方球员打得有来有回 华兹也不愧是热门状元 即便波克全力防守 他同样能找到机会上篮得分 这时波克与女儿互动的场景意外被华兹看见 这让本就嘴臭的他更为变本加厉 竟然以波克的女儿为引挑衅 起初波克还想假装听不见完成比赛 却架不住华兹嘴太损了 斯坦利看出波克情绪不对 想要叫停换人 内核直接被裁判怼了回去 比赛胶着之间 终究发生了冲突 虽然波克强忍着没暴揍华兹一顿 但他也因冲动失去了选秀资格 来自暴力社区的暴力小孩 这是社区给波克贴上的新标签 反观他的母亲则认为求打得很棒 母亲深知波克肩上的重担 他已经做得够好了 但总归差一些机缘 母亲希望波克能放下过去 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梦想 此日一早 斯坦利为波克一家安排了返程航班 虽然心有不甘 但也不妄复出一场 一时一有的良好关系 也让他和波克收获了深厚的友情 离别前夕 两人热情相拥 也许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面了 就在这时斯坦利突然接到好友电话 好友表明他安排了一场球赛 没有观众 没有媒体 但会有NBA行政人员过来观看 也就是说 只要把握住这次机会 一切便皆有可能 追悔波克 两人速度赶到球馆 除了老对手华兹在场 其他人多数都是NBA现役球星 一场厮杀大战 就此拉开帷幕 机会从来都是靠自己争取来的 这一次波克反客为主 步步紧逼之下 华兹开始接连出现失误 反观波克的手感越发滚烫 各种突破上篮一技合成 赢得一众球星认可的同时 波克也为比赛画上了完美句号 最终 波克极其亮眼的表现 直接获得凯尔特人球队少帅的青睐 转眼五个月后 因为文斯经营球队不善的原因 他的妹妹借此机会成功上位 斯坦利也由此再次担任球队主教 至于波克也早已成为绿军的热门球星 比赛现场 两人毫不避讳地拥抱问候 纵使现今互为对手 但他们的情意却始终辱出 《逼胜球探》上映于2022年 由NBA超剧勒布朗·詹姆斯担任制片人 影视大咖亚当·萨德勒 以及现役NBA球员 胡安·贺南·戈麦斯出演 剧情其实很老套 但出于球迷对NBA的了解 则使影片显得更为励志和成熟 千里马常有 火勒不常有 两个男人为寻求克服厄运 确保救赎的同时 也产生了身后友谊 核心有一种甜蜜 永远不会让人觉得太糟 一部标准的体育电影 哪怕只是不过不失 也看得很开心 不会出错的消遣选择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